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火神平民玩家必抽 5.2-5.3卡时确定 恰斯卡风系大系 元神,尚里禁词消息爆料 海灯节有新兵符 平饶饶预计5.4 5.2-5.3卡时确定恰斯卡风系大系 火神平民玩家必抽 各位元宝们一起来看看今天 都有哪些消息带给大家吧 先说说最新的联动 元神的最新联动来了 具体大家直接看图 可以看到联动的角色是提纳里 不得不说提纳里的联动还是比较多的 联动礼包中还有翅膀吊牌等奖励 整体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觉得怎么样呢 5.1卡池的新角色 西诺宁官方已经公布 复刻角色的话舅舅也爆料了 5.1上半是西诺宁千枝 下半卡池是纳西达胡桃 虽然有点出人意料 不过就5.0卡池万叶雷神的插队来看 5.1卡池这三位角色复刻也并不是不可能 目前来看5.1版本的前瞻 直播时间开启预计在9月27日日 距离现在也就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 除了新五星角色西诺宁相关的消息外 到时候也会公布5.1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了 5.2及后续卡池角色的消息 就目前的最新消息来看 5.3卡池之前的安排基本上是确定了 比如缝系弓箭成女恰斯卡的登场 火神马威卡兵系法器少女倩特拉利 而早期就登场的黑皮小萝莉伊安三 看样子5.3之前登场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其中火神的强度不用说 虽然机制相关没有确定 但强度不会低 加上5.1卡池的人权卡西诺宁 两大人权卡可以说是必抽了 关于仪斯卡成女风光五星角色 拥有风系扩散转化元素攻击的方式 简单来说 就是能将自己风系元素 转化成冰火水雷一种元素 比如转化成火系参与融化蒸发 也包含了基础四色能参与的反应 瓶雷还可以协同攻击 虽然是风系角色 但是不打风伤本体还可以飞行 简单来说就是染色 C也就是说不需要发露山 本体拥有超越伞的飞行能力 但大概也差不多是 纳塔特化的探索能力了 在5.1欧洛伦剧情截图和神之眼属星放出了 是一位雷系角色消息源自甘星雷弗龙 之前曝光这一角色是武器类型为弓箭 都说纳塔会有五星常驻角色 现在不少人都推测 可能就是伊安三 这一角色如果是四星角色 就会在5.1或者5.2进尺 但现在没消息 反而舅舅提出五星的设定 感觉有点合理 在原神5.2版本的卡池中 根据论坛上的信息 恰斯卡和欧洛伦是本次的新角色 以五星限定女封C的身份 恰斯卡的登场自然引起了玩家们的猜测 它可以转换成除草和岩系之外的元素 这一特性让人们相信 它的实力不会辜负期待 我们只能期待 它在后续测试服中的表现了 此外 欧洛伦作为新类型的弓箭少年 也让人值得期待 赛索斯的实力表现也相当不错 新的同类型角色 必将带来不同的体验 接下来是火神马威卡 和新的五星兵辅助倩特拉利 这两位角色 可以说是许多玩家都渴望抽取的对象 马威卡绝对是一个必抽的角色 其他角色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而希特拉利则被称为深賀上位角色 因此 大家自然对他的强度寄予厚望 看起来在5.2版本中 深賀的出现概率 似乎又有了一定增加 希望这次的卡池 能给玩家带来更多惊喜 另外 有消息指出 在5.4版本中可能会加入平保牢 但并不能确定 因为去年曾有消息称 他将在4.4海灯节中登场 结果却并未出现 现在再次期待他的加入 作为一个成熟女性角色 他可能使用长柄武器 但元素类型尚未确定 此外 少女哥伦比亚 进入卡池的时间 也引起了玩家们的猜测 最终结果可能会在5.6版本中揭晓 可能会根据之前仆人卡池的排期来退测 希望能够真的看到这些角色加入卡池 可能需要在5.1或者5.3的剧情中寻找线索了 不过 队长角色加入卡池的可能性 可能要等到冬季才能期待了